在旺达寻亲记中 为什么光照会能轻松秒杀灭吧 却被女巫单枪匹马就一穿全部 要知道他们可是由世界最强的超级英雄组成 不仅有神奇先生这个最强智脑 还拥有黑富王这等秒天秒地般的存在 而黑人版金队和X教授实力也是非常不俗 与复联成员守护地球的职责不同 光照会更是心怀宇宙 他们坚决驱逐任何邪恶势力 可这么强大的团队 却被旺达操控的另一个自己轻松团灭 甚至整个过程不超过五分钟 首先从旺达的实力来看 复联三中还没觉醒的 他就能硬钢五宝石灭霸数十秒 要不是分心摧毁心灵宝石 一比一之下他都丝毫不所灭霸 这一点到了复联四十体现的尤为明显 灭霸能轻松碾压钢铁侠三巨头的联手 却在面对旺达时 不仅一个照面就被打飞武器 更是被其混沌魔法牢牢控制 要不是他及时催动战舰开火 恐怕旺达一人就能单刷灭霸 而在拥有黑暗神书后 旺达的实力更是有而知的飞跃 一己之力就能轻松屠杀整个卡玛太基 要知道此时的圣地拥有几百名实力不俗的法师 而反观光照会这边 本来打败灭霸就是依靠黑化后的博士 可他们却为了大义先是灭掉了这个最强战力 接着在与旺达的对抗中 自家智脑又轻易将黑服王的弱点暴露 还没开打就直接损失掉一大战力 此消笔掌之下旺达能团灭他们以不足为奇